您好 哦 给孙奶奶也会说好 怎么了 啊 呦 谢谢 多好 多好 哎呦 快打吧 别想了 儿子考上大学了 是 怎么够的啊 恭喜 也好啊 好啊 是啊是啊 哦 发大财 发大财 今年要发了 爸 别看了 快抓牌了 哦 生啊 哎呦 太好了 哦 是个大胖小子 哎呦 好好好 哎呦 以为啊 今年要带女朋友回来了 哎 哎 你 你干嘛你 偷看你 我也太放心了 四万 我们想 人物购 谁 谁 谁 所有的中华儿 青森 胖黄虎 我告诉你 哟 哟 哟 你真是太厉害了 哎你 傻了也傻傻 出钱吗 出钱 出钱哪 哎呀 哎呀 如果一个人第一次赢了以后 是偶然的 那接二连三的赢能说明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赢了 那接二连三的一败涂地 那又说明什么呢 哎 你们俩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呀 啊 奶奶没事 她夸我聪明 哎呦 我那什么事 就有不兵 已经是否因为 我们想租一个身 anybody 是不是 自己多深 要告诉你 她一出来 自己只需要 能站住 昨天 鼓散 刚才处租了 他就 ruler Os 你 那只能赢ito 其中 camera 百分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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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晓 你怎么了 是不是孙姨 我又欺负你了 没有 不是我娘 笑笑 你自己在那儿 当心点 你一个人在外边 防人之心不可无 知道了吗 我刚才 收到我妈妈的 拜年短信了 阿易她怎么样 她还好吧 她说她没事 可是后来 我在打给她的时候 她电话已经关机了 阿易 你就别担心你妈了 她一定会没事的 你就在楼门 踏踏实实挣钱 才是最重要的 可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不跟我妈 一起吃过年夜饭 我相信这是第一次 也会是最后一次 高兴点 肖肖 今天可是年三十二 咱们快点挣到钱 你就可以早点 和妈妈团聚了 谢谢你 新年快乐 你怎么啦 没事 没事呢 你哭什么 刚才谁给你打电话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你说话呀 行不行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说吗 不管一档什么事情 都应该笑着去面对 这才几分钟啊 原来你也就是个理论家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笑笑哭了 一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妈 妈 我想我妈了 谢谢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外面的咱们回屋去啊 好好好 回屋去啊 停止 回家 好 来 来 来 休息 好了不哭了好孩子啊 怎么怎么了 不哭了 怎么哭了 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哭了 是不是像你爸爸妈妈了 笑笑啊 你要想他们 就给他们打个电话呀 是 打电话 咱们打电话 你是我们叫到龙门来过门的 按道理讲呢 咱们应该给亲家打个电话 顺便拜个礼 是啊 对对 是应该的 应该的 咱们打个电话去啊 爸 妈 你们又不认识笑笑父母 打什么电话 迟早总要认识他们 先打个电话 联络联络感情 很有必要啊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人家都睡觉了 今天是除夕 家家户户都在守夜 谁睡那么早 是 叔叔 是这样的 我刚才已经给我爸妈 打过电话了 成定现在不讲什么过年的 就吃一顿饭就可以了 对了 不用拿了 我爸现在在值班 在值班啊 他在值班啊 当警察真是不容易啊 你看我们过年放假休息 他们还在忙 是啊 真是不容易啊 那为了表示对警察同志的 尊敬和支持 我们今天晚上就不打了 要不先不打 明天早晨一定要打 对啊 明天 他刚才说明天他执行任务 又有执行任务啊 那不给你妈妈打啊 给你妈妈打呀 对啊 大年初一要拜年 这是中国人的礼节啊 对对对 对 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十二点了 咱们放炮去吧 对对对 放炮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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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小心点儿 把一切吹散 你丢失中 照顾你了 你不算了啦 怎么办 你说什么 我说我爸 要给你父母打电话的事 好 怎么办 啊 租一的呀 说什么 租啊 对啊 哎呀 你们现在让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啊 到过年的 那就看你的本事喽 哎 你 你 这什么死无人的意 还在发愁呢 多大点事啊 我不都给你出主意了吗 上街随便找个妈回来不就行了 我现在越想这个主意越不靠谱 先不说明天是大年初一 届上根本找不到什么人 就算找到人了 那么一穿帮了怎么办 那你有更好的主意啊 你不是博士生吗 不是技术经理吗 就这么点小事就把你给难住了 不会吧 你爸妈是哪人啊 你管我爸妈是哪人啊 反正你爸你妈 这辈子也不会跟他们求证的 我也是你租赖的 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那倒也是啊 我真希望这件事情应付过去以后 别在节外生枝了 反正主意我已经给你出了 用不用随你 到时候找不着人可别赖我 这屋有没有网线啊 没有没有 那怎么能行呢 我一会儿要上网的 我已经两三天没上网了 我上网你能死啊你 能死的 行 那你告诉我 你上网都干些什么 看日落网站啊 上MSN跟人聊天啊 你不是告诉我说你最鄙视最讨厌什么八卦小报和娱乐新闻吗 我事必是娱乐新闻 可是我喜欢上娱乐网站 自相矛盾 怎么是自相矛盾呢 你这博士说都不懂了 娱乐新闻跟娱乐网站是两回事 再说了 我有我朴素的道德观 也有我朴素的思魁日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啊 真是威绕先生 这怎么说乱七八糟的逻辑呢 这是现在网上最实骂的 我建议你好好上网看看去 谢谢你啊 我对你们这些新鲜逻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们有网线 有没有无线上网卡啊 有啊 借我用用 给钱 小气贵 我合纵里可没有写 要给你提供免费上网服务吧 不愿掏钱你就看杂志吧 你看那屋里乱七八糟的 衣服东一件西一件的 那早上起来连被子都不迭 你说邋不邋遢 还指望他干家务活呢 那等着吧 你说年纪那么小 动不动就哭鼻子 那还不是咱们一围一哄着他 照顾他 你说这儿子累不累啊 你这老太婆呀 儿子没女朋友的时候 你比谁都着急 现在儿子把女朋友带回来了 你还挑三解四 世上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呢 我还不是心疼儿子 我还不是为咱儿子着想啊 挣了不少啊 这个不能给 楚孝孝 根据合同的第二条第六款 甲方父母馈赠乙方的东西 是要还给甲方的 你记性不好忘了是吧 要不要把录音机拿出来给你听听啊 可是这个不一样 你想啊 如果你们家人要问起我的话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们 当然 你要不介意的话 我也可以不拿 这东西 交由你暂时保管也可以 但只属于贵重物品 你必须拿一个差不多的东西 来做底啊 可是 我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啊 我要钱也没有 要东西也没有 要命 倒是有一条 你自己看就办 就这个 摘下来 这个不行 这是我妈给我的护身符 不 这只是一个银项链不值钱的 我要的就是护身符 不值钱没关系啊 自我倒霉 拿来 不行 这个不能给 不给可以啊 把手都还给我 来 拿来 快点 行了行了 先给你包馆 拿 记得回去以后要还我啊 你以为我稀罕要你这破铜烂铁啊 那不是为了我妈的手镯吗 拿来 还有啊 你说他来了两天了 叫谁都可以 怎么就不叫你啊 这个爸爸怎么那么难出口啊 你说他懂事吧 上来一阵啊 说不上来 你说他不懂事吧 上来一阵还挺机灵的 我觉得 这 我跟你说啊 孝孝是太年轻了 有些人情世故啊 他不太懂 慢慢学呗 俗话说得好啊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你可别忘了老太婆 我是人民教师 我教出过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就不相信 儿媳妇我就教育不好 只要你肯和我密切配合 我保证不出半个月 让孝孝肯定让你满意 我去 一位 祝你和你们全家人春节愉快 同节 不管是别人欠你的 还是你欠别人的 都不应该放弃笑 笑是人类最自然的表情 所以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能放弃微笑 不对 不是微笑 是笑着 像我这样 流星雨画出爱的讯号 让我给你最近的拥抱 双臂就是爱的轨道 我要穿越梦的虚妙 一张 恶春 enterprise 就算平平淡淡的也好 即使平平淡淡的也好 天天天记忆在耳边唠叨 在耳边唠叨 直到那一天你我都会变了 细心伴着白发 依然闪牙 不喝红酒 除了味道酸 还有气质酸 如果一定要喝酒呢 应该喝点跟脆的 我特别 红西小爱也不错 不喜欢喝酒 在每喝避醉 不然喝酒干吗补充体验 我的习惯是我饿了我才吃饭 吃饭是为了活着 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不管饿不饿都按时吃饭 按时吃饭是可耻的 基本上只有下午茶是准时的 天天听着你在耳边唠叨 我是不是娱乐新闻 可是我喜欢上娱乐网站 自小矛盾 娱乐新闻跟娱乐网站是两回事 但是我 我有我朴素的道德观 也有我朴素的客业自语 这是什么外逻辑啊 什么外逻辑啊 这是主象小逻辑 这主象小逻辑 你我白头到老 起床了 我叫你起床听见没有 今天可是大年初一啊 我们龙门的风俗早饭 要在八点之前就得吃完 而且小辈还要给长辈做年糕 做面条 好 你这么起来我洗几辈子了 我昨天晚上锁着门的 你怎么进来的 你偷东西 偷我房间门的钥匙 你什么企图啊 你没搞错吧你 这是我家 我有我家房间的钥匙 有问题吗 这是你们家 可是现在我住在这房间里 你动这房间门的钥匙 你就是骚扰 我骚扰你 谁让我在外面敲半天门 你不搭理我的 你这是自己找麻烦 要来了你自己 懒得理你 不起是吧 你起不起 干吗 你还真的欠辈子啊 好好我知道了我起 丑小小 你别给我耍花招啊 现在都快六点了 赶紧起来 必须在七点半前 把早饭做好了 现在几点 快六点了 六点你就叫我起床啊 我告诉你 我军军都没起过这么早 你这什么规矩啊 你以为你这休假来了 你这工作来了 你知不知道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站着我怎么起床啊 等一下 孙医卫 我告诉你 这次也就算了 你要再有一次 撕闯我的房间 你就倒霉了 你自己自觉点啊 比什么都强啊 你看人要吃得了 看人你灯吗 喜也到 元宝扭一扭 养猪大如牛 金钱赢钱送上来 不禄寿喜万万年 元宝送上来 孙家发大财 元宝大如牛 养猪大如牛 笑笑 奶奶 新年好 妈妈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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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怎么这么脏啊 妈 我来扫扫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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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扫 不能扫 你把财宝都给扫出去了 这不得垃圾吗 怎么 怎么是财宝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龙门人的习俗 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三 都不能扫地的 非要扫就往里扫 这样财运就不会扫掉了 往里扫 扫吧 扫吧 往里扫 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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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箱堆满金银库 右边财宝堆满 扫 左箱堆满金银库 右边财宝堆满 你能不能好好起吗 快点 我在你家的门外 手碰被鲜黄 冲击我们的连语来 阿Q的情势 让你与我卷拯 快点行不行啊 空一几也要感慨 哭哭的女孩 请结束我的关怀 多么的渴望 把你切好的扔进来 爱你的脚步 已经无法停下来 就让那历史记载 我对你的爱 妈 这是您的长寿面 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